《加拿大升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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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持 謝義芳 宋景輝 錢堅榮 張三 中華民國送禮給美麗堅合眾國 美麗堅合眾國 人家回禮是正常的 不過這個禮你接招就麻煩一點 當日說我們買小學生豬肉 可以跟他簽什麼談協議 其實上兩個禮拜我們講過 其實是台灣官員自己送禮給人 美國沒有要求 甚至乎台中市長在那裡出現 當然向美國作團會主任 處長 叫處長 美國就說 背答一門 其實是很正常的事情 但都被國青 網軍 圍剿出征 事後 美國作團會主任AIT 新年1月1日他們在網絡上登了什麼照片呢 就是陸刀見的人 例如新北市 台北市 唯獨沒有台中市府照片 跟那麼多市長見面都登在網絡上 唯獨盧秀遠沒有登 那些人又說 因為盧秀遠得罪了AIT的處長 所以美國人就說 美國暗示很不妥這個盧秀遠 有人這樣說 他說 蘇尊昌也沒有登照片 在這個時候 不登照片 反而是幫盧秀遠教訓 但現在大家就覺得 在這件事情上面 要在美國面試 其實在台灣本土來講 民眾反對受精入口 六十多到七十 甚至民進黨自己做的民調 公布的民調 其實都是反對的多的 所以剛才我都說了 再說回蘇貞昌沒有 蘇貞昌沒有 民進黨他們的六支支 有解釋 他說 他見蔡總統也有登 其他除了盧秀遠之外 五都也有登 蘇貞昌沒有登 所以美國人不喜歡蘇貞昌推行 萊豬入台灣 推行得不好 不關蔡英文的事 他也是不喜歡蘇貞昌 所以蘇貞昌有機會 這些有機會 有本事 有資格來香港做香港的官員 蔡英文在元旦文告 他就說了一段說話 他就說 在這段時間 開放萊豬的爭議 使得自己充分體會到 為什麼過去三屆政府 答應開放而不落實 台灣是貿易國家 歷經三屆政府的問題 都沒有迴避空間 所以要請各人體諒 他說的三屆政府 就是指李登輝、陳水扁和馬英九 另外一個解讀 馬英九兩屆 錯英文一屆 這樣就叫三屆 這樣才正式 所以說馬英九兩屆做不到 我的第一屆都做不到 但是我這個第二屆 我就一定要搞定它 這個叫三屆 就不是從李登輝開始計 李登輝開始計算 就成六、七屆 叫三代 所以如果他說三屆 我的理解就是馬英九兩屆 我第三屆 所以我這個第四屆 我答應了 美國要開放萊豬 馬英九都答應 馬英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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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馬辦立刻出來說 你不要亂說 馬英九 馬英九擔任總統前後 都明確表示反對萊豬進口 蔡英文應該說清楚 所謂過去政府做了開放的承諾 到底從何而來 身為國家元首 豈可順口開河 隨意胡說 即是說 根本就沒有這回事 他只不過是用這個名義 就託辭自己不得不開放萊豬 這個藉口 不關我的事 答應美國政府開放的是阿扁 不是馬英九 應該是頂住的 所以就變成 你看看文告都可以說謊 一個文告 待會我們會說他 他講兩岸的事 我們一會再講 上一年12月25日 立法院就通過了開放萊豬 因為最初就是行政命令 後來就被人逼得多 他說你行政命令都不可以亂來 你都要給立法院過水才行 那就立法院過水 逼到他就放在立法院過水 其實沒所謂了 立法院都是你開的 所以立法院裡面 24號、25號 國民黨當然就糾結一些群眾 想著在那裡通宵過夜 但後來因為疫情又有些變化 也不想民眾可以聚集 變成國民黨自己人和一些團體 所以就在立法院那裡守著 結果當然人數當然民進黨多 結果就是… 民進黨有幾個肚痛好像 有一個肚痛 三個沒有缺席的 三個肚痛 有兩個就是投票 因為民進黨的議員 他們的委員都是直選的 他們都有地方壓力的 你還想不想下一節選 所以有兩個就是投棄權票 投完棄權票之後 民進黨的黨團就說 要處分 這個處分有兩個不同的看法 有些就說停了他在黨團的權 就不是停他的黨員的資格 有些就說是停他的黨員資格 就是說他在未來三年裡面 他不可以用黨員的身份 這個我覺得是錯的 應該是停了他在黨團裡面的身份 就是說民進黨在立法院開黨團 就不用他了 但是民進黨如果要甲級動員的話 你也必須要是 跟這個民進黨的立場一致 這次不一致就罰了三萬元 就是說 受不受罰啊 有啊 我們已經打了手盤了 罰了三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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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堅持停了黨團那個 黨團的身份 那他老實說 這個呢還有後續的 因為下一次提名 民進黨可能不提名你的 其實他都有風險的 所以林淑芬 林淑芬老實說在台北 在新北市 是票王來的 他又不怕你停他啊 到時我用個人身份 你找梁進黨出來 我還撒狗 所以他這些地方 他有票在手 他基本上不怕 因為選人 今天不是選黨 我在新北市裡面 我不是靠黨 而得到的票 我是靠我的人 服務得到票 所以林淑芬這些人不怕 那有些當然 要透過黨的機器 才能夠讓他當選 那些當然 跪拜啦大哥 你投什麼都可以啦 郭家瑜這樣 在一度的表現 好像都是反對這個 小育精豬肉這樣 但是最後都是投票的 這個要靠黨 不是靠靚靚 所以呢 就是你看到 民進黨 就是我們和我講民進黨 民意真的很大 就是我不管你什麼黨 當你有民意去迫使你的時候 你在黨和民意裡面 你一定要選擇 是不是 那你要靠黨的 你投一個黨 以後你選舉 你就有麻煩了 還有一部分想是在 在2022年 參加這個地方選舉 你要做院市長的那些 那些更加重要的那些 就是你說再做立委 還有多兩年時間去預備 那你現在這個壽星豬肉 你是2022年 2022年 你要面對這個問題 那大家會不會這麼快 原諒你這班 即是明年你就要 要考試 是啊 明年初你已經開始要跑了 好了 那美麗島電子部的民調 蔡英文比上次已經下跌了12% 就是和上次的民調比較 就是因為萊豬 而蘇貞昌呢 已經去到死亡交叉了 就是說萊豬其實對民進黨的民意 是跌得很厲害 當然啦 也要看本黨 本黨是很夠沒用的 就是民進黨怎麼跌呢 都跌不到本黨的那個級數 就是民進黨 就是還要加油 民進黨的信任還有20多 而我們國民黨只有19多 還要加油 沒辦法啦 講了那麼多年 其實都是說 就是貴黨的那個宣傳機器 就是炒了那班人去 還有上下的表現 就是你那個上下的都很厲害 這些調查呢 是民進黨做的 不要相信 都是 美麗島市這部都是民進黨的 那這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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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麗島電子報的民調呢 一向都是比較 都算是準確的 對 自家那些就比較 好了 今天 今天 蘇貞昌就會去到這個海關那裏 去親自 對這個入口的豬 去檢驗 其實我不知道他們做什麼 因為 那些 萊豬是開放 1月1日 開放入口 但是 今天正式入口 開放而已 但是要運的 要運的嘛 今天正式入口 今天入口 蘇貞昌就說我去海關 逐批查驗 查什麼 都沒有 有 但我不知道他查什麼 因為你 他知道開放 那些船就是來的嘛 那你今天星期一就開關 就可以進來 不是一、一、一、六 那艘船在美國那裏 開始開的嘛 他一早在開來 知道哪個時間差不多到 所以今天是有豬隻到的 好了 那我現在想問 蘇貞昌去檢驗那些東西呢 那些東西是拿了個樣板 然後去化驗室 起碼兩天才有個結果出來 那蘇貞昌其實是什麼 其實蘇貞昌是假裝的 這隻豬裸鹽 那隻豬裸鹽 那盧秀燕去這個 去看什麼 盧秀燕都去吃到市場看 盧秀燕就看你的標籤 那些東西做得捉不捉 是吧 就並不是好像我們蘇院長那樣 去幫手驗 其實我也不知道他幫手驗 那些東西 所以 他就寫一支窗 寫一寫他有個數據出 所以呢 各位社員界 看就不要只看標題 我相信 很多社員界都看到葛清的 發出來的訊息 就是說 都問盧秀燕看什麼 那謝功解釋清楚了 盧秀燕看你的標示 有沒有開始跟著 台中市政府的要求 標示做標籤做得好呢 對 因為台灣豬就是台灣豬 因為呢 我們經常強調是美國的 這個萊豬 其實不是的 這次開放全世界都來的了 包括西班牙、澳洲 總之你有生產豬肉的地方 都來的 那你要標示這一隻豬肉 是來自西班牙、巴西 因為美國、澳洲 你要標示告訴別人 這些呢 並不是台灣豬 那買不買呢 就決定了 是的 同一樣呢 我們在很早之前 都說過標準的問題 小英政府經常說 國際標準 有國際標準 怎樣都怎樣 國際標準 其實叫Codex 美國的標準就是 這是國際標準 它就是用PPB 大家不用理會 我只看數字 就是用10個PPB 而這個小英政府 還有PPM 這個就是B和M 就是那個數字單位 就是 含量呢 等於我們1米和1cm的分別 或者MM的分別 是一個單位來的 量度的單位 為什麼 10個PPB 是等於0.01個PPM 相等的 所以說 我沒有問題的 這個 我只是改了一個 渡量行單位 我的標準是一樣的 好了 其實很多 之前有人提到 我大家都忽略了 現在 柯文哲 都有提出的問題 你不要玩 如果我們10個PPB 我們去到11個PPB 如果是11個PPB 合不合價 不合價 14.9個PP 更加不合價 好 但如果用0.01個PPM 我用4寫五入 我用0.0145 49PPM 不好意思 我們去到4寫五入 就只有0.01個PPM 我們原來是合格的 但後面的數字又多了 多了 49% 最多是接近 可以去到50% 即是我們的含量標準 可以根據現在 小英政府的修改之後 原來可以多了50%的含量 提出這個數字 原來 有這個股 為何全世界都用PPB 去改造PPM 雖然大家的數字一約 原來 就是差別在我們後面 那個小數位的問題 原來 4寫五入 就變成看不到後面的數 拿到大數出來 拿到整數出來 後面的小數 就不標示 但是後面的小數 因為這些含量 只要多一點 就是多一點 即是我們是不合格的 是 好了 我們不說這些了 我們說 因為台灣都欺負 因為萊豬 也要讓人民知道 你這間店鋪 為什麼要用萊豬呢 所以 農委會就說 我們出貼 那些認證的 你貼在你們店鋪的門口 我們是用台灣豬 所以給個台灣豬 我們是不是有照片 有照片給你 好 在我的左邊 這個是農委會出的 本店使用台灣豬 都是用綠色的 有綠色台灣標誌 耳朵戴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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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看起來 是什麼標誌 右邊 是衛生福利部出的 台灣國 為什麼有兩個呢 如果是 右邊這個 你可以在 政府的網頁 可以下載自己印 自己印的 或者 我也不懂用電腦 你直接用一張紙 寫著台灣豬 都可以的 但一定會有 你不可以沒有這個標示 你賣掉豬肉的話 你可以自己印出來也可以 你自己用手寫台灣豬 都可以 總之 等於我們香港的街市 冰鮮豬肉 要小貼寫出來 好了 農委會 要申請才有 本店使用台灣豬 那些人就問 那我究竟連哪個才有 那我相信哪個好 其實 如果蘇貞昌就說 兩個都可以 但是不可以沒有 好 好了 那說到 右手邊這個 龍偉要出這個 那有些人又覺得 有些店舖又覺得 我的店舖 昌明機靜 沒理由找一張紙 求其寫兩個台灣豬肉酸 但我又沒有print 那 那有些人就說 在網上可以賣的 80元台幣一個 政府就告他 這是政府的一個商標 對 政府找他來告他 你用我的商標來賣錢 但是 那我印出來 可能顏色又靚一點 又防水等等 又label 我幫你弄好他 大哥 成本價 那你既然 你自己用手寫都可以 那你又可以自己download 那為什麼我幫人服務 我收費80元 又不行呢 那所以就爭了 那究竟 現在都是在說 那究竟 哪一隻可以 哪一隻不行 那現在 蘇貞昌一 就是一錘定音 他說兩隻都可以 那兩隻都可以 那兩隻都可以 又為什麼又有農委會出一隻 衛福部又出一隻呢 為什麼不是 同一隻呢 為什麼政府又是這麼 好多個政府 其實這個 這個 我們都說了很多次 現在現任政府 現任政府 其實呢 很多時候 部門和部門之間 好像是沒有協調好的 就是我們之前說 農委會內政部 就是小明回台灣 這件事 其實 陸委會 陸委會自己講 內政部 內政部講 然後陳時中自己講 那個講 有不同的說法 所以為什麼不是統一一個標誌 那大家就用這個標誌 我不管你哪裏得回來 你自己下載也好 找人和你印也好 那你都沒有理由 會出兩塊東西 然後大家又搞到 好了 那 那有些就說 喂 我又不懂電腦 我又沒有printl 我想印得你漂亮 那農委會說 不要緊 我們就印了一批 就給了理掌 我們希望透過理掌 就幫人家派發 李掌說 喂 你沒有人搞我 為什麼 為什麼 阿錢兄 你又做好音樂 那為什麼理掌 你猜一下理掌 為什麼不肯做這件事 應該要負責 要負責 先負責 我給了一張貼紙 都要負責 當然 因為透過理掌的時候 你認可這件事 你代我認證 即是你派這件事 即是我派給你 那我就說 即是表示 我知道你是買這件事 最大問題 那個食客吃完之後 他不知道屁股 他真的拿了一葉 那些肉仔去驗 你又寫著台灣豬 這隻明明西班牙豬 或者是美國豬 那他就會 告這間食店 然後食店 找你的理掌算帳 或者那個 直接告理掌 那個食客又說 這個 我信你的理掌 這個貼紙是理掌派給他的 那我直接告理掌 那你明知道 他是賣西班牙豬 你給台灣豬的貼 我信你的這部 所以理掌就說 你沒辦法搞我 他是責任的 即是 他就跟你派發 然後說 我拿了你那個 台灣豬 我就賣獸 是啊 是啊 在台灣的法律 好像一些藝人 做這個廣告 代言人 有一個相關的責任 如果那個商品 是不符合那個廣告內容的話 譬如我吃了漂亮的 我吃都不漂亮的 你死了 那你的代言人 就要有相關的責任 連帶要賠償 即是這些代言人 他是有相對的責任 林志玲說 你吃了這隻便康產品 你就好像我這麼漂亮 那個混蛋吃了幾個 都是宋主委的樣子 那他就告過了 是不是人生攻擊 不是下個星期 你不要小心點 那他就告過林志玲 你明明吃得好像你這麼漂亮 我吃了幾個豬頭喇叭嘴 就是這樣說 這個Logo 都引起不小心 回來了 我們 你說民調 百分之七十幾 都是反對吃這個 擔心的 我們看回 很多 我看幾個台灣新聞的電視台 包括中天 民視等等 都這幾天 都訪問地方上不同的食店 包括那個叫萬什麼豬腳 曼聯 曼聯 曼聯豬腳 他很出名 都擔心 很多豬肉檔 都擔心那些食客 就是會找麻煩 是不是 那他們都強調他們用台灣豬 他們不敢用這些叫萊豬的入口 那這些呢 就是很充分反應 就是剛才 我們也提到 民進黨那些民代 那些民意代表呢 酒票 肚痛 那些投票呢 不是沒有原因的 是不是 那些民眾 間接反應了業界 和民眾呢 即時的效應 那我想不到那個邏輯 即時有便當店就加價 但是我用本地國產豬 本地豬呢 我的價錢貴了 是 店家有解釋 因為 因為大家 都不敢用外來的豬肉 那我們豬肉都是用那麼多的 那不是 令到本地豬呢 是搶手了 不搶手就應該更加好賣 應該便宜 來源 來貨供應短缺了 怎麼會短缺呢 所以 這樣就坐地起價 工需其一樣的 工需其一樣的 你人用很多道 有功課鑑力了 那 那一樣東西 就是說 我們立官見應 就是說民眾開始 我們元旦過後 你吃便當 就開始要加價了 那人工呢 那有沒有加到呢 因為過往 即是去年的情況 大家知道台灣 不要說台灣 全世界經濟都不是太好的了 那 起的時候 便當 即時 加價 講便當呢 有一樣東西好笑 那 除了這個 學生 軍人 警察 消防運動員 都不吃之外 立法院的總務處 都要求飯盒供應商 講明豬脊的來源資料 立法院自己都不吃 你可不可以去通過他 即是總統府 法國大廚 會不會都 你自己都不吃 你可不可以去逼國民吃 你說什麼 就離譜 所以 萊豬這件事 我也是說回來 我也不信萊豬 這些萊克多巴胺 真的吃到人有問題 我也是不信的 但問題就是 喂 你當初 在這個 一二年的時候 你民進黨 號召這麼多人上來 反對 這個 萊克多巴胺的時候 你怎麼想到 今天自己又要通過呢 還有 現在產生個 大家想不到 現在會產生一個 憲法 憲政問題 是什麼問題呢 就是說 中央定了標準之後 現在 地方政府 除了六型執政的 桃園 還有 台南 高雄 高雄市 議會都過了 大部分 幾乎全部 地方議會 或市政府 已經通過了法案 即地方食安法案 要零檢測 是的 現在就跟這個 中央法令 抵觸了 蘇貞昌 就說 我會查辦 甚至是說 那個 監察院 都說 我要查辦 這些 地方政府 這樣 好了 地方政府 說 根據自治條例來說 地方自治條例 我是有權的 好了 形成了一個 地方政府 和中央政府 在憲政上面 有一個爭拗的時候 那 時必 就會去到哪裏呢 大法官釋憲 這個就一拖 有時間搞的 這個就 簡單的說 麻煩你先說 立法院的廚房先 會打這個行政官司 行政官司 我們再說 我們 蔡英文 委任了 表姐夫 是 是 表姐夫做行政法院的 最高法院的會院長 是 這是我們 你再說 是 表姐 就是做部長 好像不同 就是表姐多 不是 表姐 都是兩夫妻來的 都是林美朱老鋒來的 恩我你再說 好 那問題就是 蘇貞昌說 喂 你們 你們地方所定立的 一些例 無效 因為你違反了中央那條 條例 那 有些人說 那什麼叫地方自治 大佬 就是地方自治 如果你這樣說 那你不如中央立了 叫全世界執行 那你為什麼叫地方自治 地方自治的精神就是 你地方自己有自己的 一些管治的條例 因應不同的 地區有不同的需要 就像我們在 講到這個 核電公投的時候 我們有講過了 那台中市政府 為了這個 就是用這個 空氣污染條例 就是禁止這個 用煤發電 台中的 火力發電廠 火力發電廠 就是 有個機組 那中央就說 喂 你們這個 防污條例 就 違反中央的 抵觸中央 但這個條例是誰立的 林佳龍立 林佳龍立的時候 你就沒有問題 現在盧秀猿 就是國民黨 盧秀猿 執行 你就有一個問題 很奇怪 因為是同一條條例 所以民選獨裁 就真的沒錯 沒錯,武則天助天,蔡英文總統 媽祖真是幾零 當時亞洲周刊的封面人物 究竟所講何事呢? 我等回來再講 好,下次再談